为摆脱庸庸碌碌的生活 不少人心血来潮时 都会买大乐透或威力采 期盼自己能够被幸运之神选中 中大奖翻转人生 中国大陆一名男子一词 在夜市开烤鱿鱼摊的他 意外赢得人民币2574万元 约台币1.1亿元 兴奋地丢椅子翻桌 当场砸自己摊子 掀起网友热议 根据陆媒集目新闻报道 这起事件于1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浙江京华 一污念三里夜市里的烤鱼摊主 孝姓老板表示 他花人民币1300多元 约台币5754元 买了富士彩票 最后居然中奖了 奖金高达人民币2574万元 约台币1.1亿元 孝老板强调 号码是他选的 不过当时是和021人合买 他更为此一整晚没睡 喉咙都喊沙哑了 消息曝光后 事发当日画面随即在微博疯传 只见画面中 孝老板在夜市不断大喊 1000块中3000万 还拿起一旁黄色椅子 砸向自己摊子的招牌 接着又把桌子翻了过去 情绪十分激动 对此 网友们纷纷留言 哈哈 摊子都不要了 又想骗我买彩票 一人才100万不至于 一般人中奖 不是都不敢吱声吗 100万轻松到账 报道中还提到 中国大陆体育彩票 义务是彩票对奖中心 向媒体证实 中奖仪式属实 彩票为多人合买 另据夜市 其他一名摊主表示 孝老板目前已把原本的 烤鱿鱼摊子转让 价钱是人民币4万元 约台币17万元 此外 开奖彩券行门口 也挂起红布条 并写下 恭喜本站过财者中大乐投一等奖 2574万 还邀请乐队来敲锣打鼓 庆祝开出投奖喜事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